一个人最终能够混成什么样 能够站到多高的位置 与很多因素有关 主要分为两个方面 内因和外因 比如家庭背景 人生际遇 这些都可以归结于外部的因素 起点高 际遇好的人更容易站得高 这不可否认 但是内因仍旧是决定我们 人生结局和高度的最主要的原因 说白了 就是混得好不好 是龙是虫 是好是坏 决定权在我们自己的手里 混得不好的人总是有原因的 主要有六点 希望这篇文章对你有所启示 首先再完美的计划 如果一直拖着不去做 不执行起来 那么这计划就等于一个烂计划 一点作用都没有 很多人之所以混得不好 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 就是做事习惯性的拖延 执行力太差 值得一提的是 我们拖着迟迟不去做的事 基本都是正向的 是向上的事情 是对我们成长有帮助的事 比如 不少职场人上班的时候 总是先娱乐后工作 临到快下班或者是有人催的时候 才着急忙慌的赶工 比如 不少人都动过减肥的念头 立下过雄心壮志 但大多数后都停留在空想和等待阶段 总是将减肥大计留在明天 再比如 不少人制定了早睡早起的计划 却总是习惯性的玩手机 到深夜一两点 每天懊悔不已 却又在日复一日的循环 该做的 迟迟不去做 不该做的 却总是改不掉 这 就是一个人 为什么混得不好的原因之一 也可以说是 不自律 导致一个人混得不好的第二个原因 就是做事情总是三分钟热度 无法坚持做好一件事 不够专注 很多人就像是一只无头苍蝇 所做出的决定 大多都比较冲动盲目 也特别容易放弃 听别人说 敢销售能够挣钱 做几个月发现 不是那么回事 就抽身离开 听别人说 跑快递能够挣钱 就又去跑快递了 实际上 很多事情都有一个过程 你想要有好的结果 就必须要熬过一些 不好的 需要沉淀和积累 总是动一榔头 吸一棒 不潜心坚持下去 是很难站稳脚跟的 在自我成长的路上 其实也是如此 有人坚持阅读了几天 发现什么用也没有 就不再坚持了 有人坚持健身了一个月 发现效果不好 甚至还不如不健身 就放弃了 送各位一句话 绝大多数的失败 都死于半途而废 而绝大多数的成功 都赢在坚持到底 巴菲特的合伙人 查理芒格说过 我不断地看到有些人 在生活中越过越好 他们不是最聪明的 甚至不是最勤奋的 但他们是学习机器 他们每天夜里睡觉的时候 都比那天早晨聪明一点 一个人混得不好的 第三个原因 就是拒绝学习 拒绝成长 而对于一个职场人来讲 没有成长 意味着什么呢 两个字 出局 没有成长 便不再有生殖 长新的可能 在危机到来的时候 更容易成为牺牲品 并且毫无还手之力 反过来 职场上那些 不断精进自己 持续成长的人 他们往往能够走得很远 站得很高 收获很多 一个人 混得不好的 第四个原因 就是在遇到问题的时候 习惯性地找各种借口 为自己辩解 而不是自我反思 从自己身上找原因 看到别人 比自己混得好 也不去思考 为什么会这样 而是固执地认为 别人之所以优秀 不是运气好 就是背后有关系 总之 就是不愿意承认 别人的优秀 在工作中 遇到问题 习惯性推美 找各种借口 将自己撇得远远的 而不是直面问题 勇敢承担 人 一旦有了这样的习惯 就会变得盲目 狭隘 固执 偏激 也不太可能会有成长 同时 人际关系 往往也不会好到哪儿去 真正优秀的人 很少会找借口 为自己辩解 他们往往更愿意反思 如何变得更好 这是优秀 与平庸 这两者间的一个 巨大的差异 有些人之所以混得不好 往往是因为 对自己没有信心 认为自己这辈子就这样了 过早地给自己的人生 盖棺定论 同时 他们也会因为这样的心理 而变得犹豫不决 变得自卑懦弱 害怕被人拒绝 实际上 一个人的潜力是很大的 只是你没有去挖掘而已 很多时候 你并不是不行 而是你没有去做 没有逼自己一把 没有给自己机会 我和很多 在各个领域做得 比较出色的人 聊过这个问题 大家的感受相当一致 在做之前 没有想到自己 能够做得这么好 但做了以后 逼一逼自己 发现也没那么难 自己也没那么脆弱 和不堪 我相信 不管你的起点如何 只要你不自怨自意 不自暴自弃 多一点努力 敢于行动 你就一定会比现在要好 而且是 好很多 最后一点 我想聊一聊 情绪的掌控力 很多时候 一个人的能力不错 履历也不错 各方面的条件都还可以 但始终难以突破 没混出名堂 有一个比较大的原因 就是情伤比较低 情伤低的人 往往不能做到 好好说话 而一个人不能好好说话 通常有两个原因 一是不知道怎么说 这属于无知 二是情绪失控 乱说话 这属于无脑 我不建议大家过多地去研究 如何为人处事的技巧 我更希望大家将主要精力 放在自我成长和提升上 放在内修上 但是 对情绪的掌控能力 也是需要加强的 这决定了你的努力 是否能够得到正面的回报 别让坏情绪和低情伤 毁掉你的努力 这特别不值得 之所以 会这样跟大家分享 是希望大家能够引起重视 时常紧急于心 你怎么过一天 就怎么过一生 小混得好 这六点千万别瞻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请点击订阅与分享 也可以在评论区 留下你的看法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